欢迎大家收看东森EZ娱乐新闻一周精华 我是蔡依珍 首先要看到的是8月31号 是英国王妃戴安娜逝时的日子 尽管她已经过世了20年 但还是被世人怀念 在她继日的前一天 两个儿子威廉与哈利 也先到母亲生前最喜爱的花园来悼念母亲 更多详情交给国际中心记者陈思瑜来告诉我们 戴妃继日前一天 伦敦天气阴雨绵绵 但没阻止威廉及哈利王子两兄弟 到妈妈生前最喜欢的花园悼念她的行程 这座花园位在戴安娜生前所住的肯兴顿宫里 她之前时常到这里赏花 为了纪念戴妃逝时事20周年 肯兴顿宫特地种满了白玫瑰以及乌旺草 并暂时改名叫白色花园纪念她 工作人员并在忌日的前一天 邀请戴妃的两位儿子及凯特王妃到花园参观 威廉及哈利王子参观完花园内部后 又走到宫外 看着民众向戴安娜致敬的鲜花集照片 和弟弟低头交谈 似乎是在回忆小时候和母亲相处的点滴 随后两位王子在跟戴妃生前赞助的 慈善团体代表会面 并向他们承诺会继续推动 母亲留下来的慈善工作 戴安娜王妃她生前最牵挂的 就是当时年幼的两个孩子 总是用顽皮的那个 来称呼调皮屌导蛋的这个小儿子 不过哈利才八岁就面对母亲离世 让她一度迷失方向 东森新闻和TLC频道独家合作 带你一起来看 将满33岁的哈利 如何从叛逆少年变身成人民的王子 笑容带着点玩世不恭的叛逆 英国哈利王子过去被冠上 皇室浪子的称号 他的淘气是天性 从小就非常做自己 母亲戴安娜王妃总称她是 顽皮的那个 第一天上幼儿园就大方向镜头挥手 放学后还自制望远镜 用媒体的方式应付媒体 小时恶作剧无伤大雅 但戴飞骤然离世 对年仅12岁的哈利 造成难以抹灭的心灵创伤 沉重打击让哈利变得迷惘又脆弱 渐渐转变成叛逆放纵 流连夜店负面新闻频传 恋情也纷纷回合 直到20岁那年进入军校 23岁时自愿前往阿富汗服役 让这位派对王子脱胎换骨 哈利以威尔斯少校之名 担任空中前进指挥员 虽然因八卦媒体曝光他的行踪 为了军中同僚安危 不得不提前返回英国 但哈利有了前线的经验 变得更有同理心 也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和中规中矩的哥哥相比 哈利活得自在爱笑爱闹 但现在的他收敛心性更加圆融 脱离过去那个导弹王子 成为一个能令母亲戴妃骄傲 有担当的成熟男人 东京宣王宣伯克亚罕 综合报导 查尔斯王除戴安娜王妃 还有卡蜜拉的三角席题 几十年来持续在全球上演着 仿佛真人实境的肥皂剧 接下来再带您回顾 就轰动全世界的往事人生 原本是王子公主的童话 后来却成了难堪的肥皂剧 1981年7月29日 20岁的丹安娜嫁给英国王位继承人 全球高达7亿5000万人 收看电视转播 大家都如此的开心 两人新婚生活一开始 的确有着甜蜜的时光 隔年威廉小王子诞生了 只是问题来了 查尔斯似乎和前恋人卡蜜拉 又旧情复燃 1984年戴妃生下第二个儿子 哈利王子 他特别的红头发 让两人的关系更是渐行渐远 终于在1992年白金汉宫宣布了两人分居的消息 童话故事变织成为正宫汉小三三脚习题的婆妈剧 1994年查尔斯第一次公开的谈论了她的情妇卡蜜拉 让戴安娜觉得受到羞辱 她在1995年的专访中 直言她的婚姻有三个人太过拥挤了 而且批评查尔斯不适合担任国王 两人你来我往撕破脸 在1996年正式离婚 离婚后的戴妃享受了在皇室得不到的自由 却在1997年8月31日 和她的男朋友埃及富商多敌 发生了致命车祸 年仅36岁的戴妃香肖玉允 人民的王妃英伦玫瑰戴安娜 戏剧性的短暂人生 她的死也让全球民众同感震惊不舍 董事新闻成人许经报道 英国戴安娜王妃当年的婚礼 堪称是20世纪最受瞩目与最梦幻的婚礼 婚礼花费大约是640万美元 戴安娜身上穿的手工婚纱 至今还是新娘白纱经典 东森新闻和TLC频道独家合作 带您来回顾当年吸引全球10亿人 观看的世界婚礼 民众入宿街头就为英国王室的大喜事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 白金汉宫到婚礼场地 圣保罗大教堂 路上挤了超过100万人 要争睹新娘戴安娜风采 向他们手拿镜子瞧角度 希望看到戴安娜与她的婚纱 终于新郎查尔斯王子坐马车出发 新娘戴安娜也在父亲史宾赛伯爵陪伴下 首度献身在大众面前 戴安娜当天其实因为紧张 早餐只有喝茶 玻璃马车内的戴安娜一路洋溢幸福笑容 郑保罗大教堂内外铺上了皇家红毯 长度比美式足球场还要长 等着新人走上红毯的另一端 美道令人屏息 戴安娜的婚纱全手工打造 来自玛丽女王的蕾丝 用在婚纱荷叶边 更镶上一万颗珍珠 无数层珍丝串行了7.5公尺的白色裙摆 进入壮观的教堂 戴飞的梦幻婚纱至今人世经典 晚着父亲的手 20岁的戴安娜 在所有重量级宾客各国元首见证下 还在一直跟查尔斯王子 藕断四连的卡密拉面前 与查尔斯在交往六个月后 完成终身大事 查尔斯王子的父母亲开心微笑 戴飞手上戴着 是巴克拉拖原型蓝宝石戒指 后来威廉王子把这枚戴飞婚线 送给妻子凯特 威廉说是希望母亲 不会错过她的婚礼 戴安娜正式成为王室一份子 成为英国人心中永远的人民的王妃 多次新闻黄盛博 领培一报道